我們恭請馬總統 各位購物天堂就在台灣 今後您代言 櫃菜要關公 今天大會中 馬總統特別頒發 終身成就獎給多年來 積極推廣台灣公公的 雅都飯店董事長 岩長壽 以及夏威夷大學 Changji 岩長壽必發表一段感性的謝詞 我不是一個習慣領獎的人 在我的一生中 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機會領獎 所以我真正的說起來 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有資格去領這個獎 我只記得說 這些人支撐著我 像我的腋下之風一樣 讓我可以飛得更高 飛得更遠 我今天代表他們來領獸 是他們 是一大堆包容我的伙伴 是一大堆包容我的觀光業的朋友 是一大堆相信我的理念的朋友 讓我有機會來到台上 謝謝大家 會中同時頒發獎項給日本觀光大使 小林 信子 以及國內外表現優異的觀光團體與個人 歷屆台灣觀光代言人蔡英明 羅志祥 飛倫海也都透過影片表達祝福 期許台灣今年觀光再創高峰 今天是觀光節 也是觀光局成立四十周年 所以祝福台灣的觀光旅客人 是一個兔飛鴻鏡 兔年快樂 祝福光節大會大成功 新年快樂 恭喜 台灣情報節 洪秀琳 許全章才幫幫忙 我要將你去台灣